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1到50這50個正整數 平翻成甲乙兩組 每一組有25個 使得甲的中位數跟乙的中位數 比乙的中位數小一 甲的中位數跟乙的中位數 剛好在隔壁 那甲的中位數跟乙的中位數 如果在隔壁的話 那這兩個中位數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這50個數裡面中間那兩個 那中間那兩個的話 就是第25個跟第26個 那他的中位數比他小一 所以他的中位數一定是25 那他的中位數的話一定是26 好,那現在的話 他取25個給他 然後他的中位數是25 他的中位數是26 那這樣的話方法數有幾種 方法數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 你1到24 1到24這個數 要有什麼呢? 要有這個 跟那個27 到那個50 這個的話 要有什麼呢? 要有這個一半 一半的數給他 這裡也是一半的數給他 那這樣的話這個中位數就是25 剩下的話 通通給他 這裡有一半的話 就是這裡有一半的數是在給他 那另外一半當然是給他 所以的話他的方法數有幾種呢? 他的方法數的話就是說 有什麼呢? 在1到24個數裡面 在1到24個數裡面 24個數裡面的話 我取12個 取12個 取12個的話給他 那剩下12個數的話呢? 就給他 就是說 比如說 再乘以呢? C12取12 給他 另外這個的話 27到50個數的話 也有什麼呢? 也有24個數 這24個數的話 我有一半的話呢? 給他 取12個出來 然後剩下一半 就通通給他 12取12 所以有這麼多的方法數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4 我應該要選4